排骨加两个苹果 今天教你一个新的吃法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首先准备一盆清水 加入半勺食盐搅匀化开 然后放入排骨 把排骨放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然后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 再放入五滴料酒去腥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人在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在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炖出来的排骨就会非常的腥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把煮出的血沫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 再用温水清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 排骨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不管是用来红烧还是煲汤 做出来都会特别的鲜嫩 不行也不柴 再准备一点胡萝卜和玉米 接着拿出砂锅 我家的这两个砂锅都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设计的很漂亮 关键是真的很好用 把排骨放入砂锅里 放入玉米和胡萝卜 加点葱姜 加适量的清水冒过食材 盖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把苹果去盖后切成小块 打开盖子 把苹果放在砂锅里 继续盖上盖子炖10分钟 时间到了 加适量的食盐搅匀化开 再放入几粒枸杞 撒上一点正经的葱花 炖两分钟美味即成 用这个方法炖出来的汤 真的是太好喝了 排骨鲜嫩多汁 不行也不柴 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